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曾试过很多种方法戒毒 但都没有办法让我戒毒成功 主啊 我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 我感到非常害怕 孤单 绝望 主啊 你如果让我顺利地进到晨熙会 我会很珍惜 在那一次的祷告之后 我很顺利地被约谈 并且安排进春 从第一天开始 一直到现在 我的心从没有离开晨熙会 但是各个人都坐在船上 但是各个人都需要神的道 他的生命才会有改变 才不会去吸引 现在上帝福音的大人 在你的心中做了功 救了你 在戒毒人村中 牛牧师都会用圣经的话 教导我们 他经常说 福音戒毒的精神 是爱 而福音戒毒的精益 是救灵魂 也常常提醒我们 得救后要回头兼顾弟兄 他不只是口头上讲 还用他自己身体力行 成为我们的榜样 在他身上 我真看见上帝的爱 尤其是对那些 一直软弱的弟兄 那种永不放弃的爱 实在让我们很感动 在戒毒的时候 我就立志要报考门信 想成为和刘牧师一样 爱神爱人的传道人 门信毕业后 牧师他总是因财师教 会安排我们到各地 去磨练和服事 最后 安排我回到苗栗村 复诊 在戒毒村这四五年 接触了很多弟兄 对刚进村的弟兄 总会有很多的不适应 需要我们更多 从神而来的爱心 耐心来陪伴他们 正好 你现在感觉如何 很深苦生疼 你整天苦生疼 没爽快 主耶书 我要为这个弟兄来祷告 求圣灵安静他的心 遇到这段身体难过 或者心理适应的当中 求主你帮助他 阿们 每次只要看见心静的弟兄穿上布鞋 就知道 今天又要争战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我没想要再住 没有啦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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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事 好好说 好好说 不要花瓶气 你怎么没想要搭车 没关系你就好好讲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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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好 有什么事 我们就好好说 不要花瓶气 我们很乐意 你住在这边 我们的艰难 传到我念头 还有一件事 让我印象很深刻 好 弟兄们打开圣经加泰书第六章 加泰书第六章 在贵宁多后书的后面 我们要读的经文是 第七节 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来请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好 这里告诉我们说 你在这边你种的是什么 将来你收的也是什么 我发现村里面有人戳烟 你就是有戳烟的 你就勇敢的站起来 你是一个有罪的人 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正好 你为什么站起来呢 你有没有抽烟 我没有抽烟 但是我心里面有许多苦毒跟埋怨 我不懂得感恩 我是个罪人 对 经过那些事之后 对于怎么样去爱弟兄 我反而更加有力量 我反而更加有力量 你要看我们信哦 有 加油 四五年来 渐渐感受到福音已经真正扎根在弟兄的心中 内心觉得很安慰 成熙会三十年来 牛牧师凭着上帝给予的信念 带领我们所有的同工走到今天 也看到更多新一代的弟兄姐妹们 在福音戒毒的事工上兴起 把福音戒毒的理想 在这个世代里面 能够传承下去 未来有着新一代同工的新力量 成熙会将一天比一天更有盼望 门训训练的学员们 演应着这份传承的使命 让生命更加扎实 成熙会的恩膏是神福音的大能 三十年前 由刘牧师与江德利牧师 与他们的家人 共七人到台湾一直到今天 牧师常跟我们分享 他这一生感恩陈保隆牧师 当年成立香港承熙会 此他能在承熙岛戒毒成功 感恩台湾承熙会董事长林志平教授有远见 鼓励牧师来台湾成立福音戒毒 也感恩与牧师一同侍奉了同工群 以及这六年来帮助承熙会 组织更新和同工生命更新的成为人长老 现在承熙会除了北区行政中心以外 已经成立了南区办公室 技术产业合作 门训中心 台湾九个戒毒村 台湾九个戒毒村 以及在美国 加拿大 中国 缅甸 泰国 印度 都有福音戒毒据点 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与祝福 我们共同将这份承熙会的恩典与荣耀 归以全能的上帝 感谢主与我们同在 阿们 我们共同归通 圆培мо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